可不可以多 不可以 你无法拒绝 这是与联邦合作的前提 也是为了保证临时资源点的安全 希望你可以理解 我们会尽可能减少对你们团队的影响 只会派遣一个人进入你们小队 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影响你们的行动 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担忧 他想说什么 我们黄明游戏公司 一直以来秉承着客户至上的理念 业余服务人民大众 对联邦也非常信任 我的意思是说 只有一个人加入我们的小队 是不是太少了 安全起见 您完全可以派遣一支小队 加入我们的队伍 这小子是什么意思 在以往几乎所有的任务中 其他玩家团队 听到联邦想要进入队伍之后 都是急不配合的 怎么到他这里完全变了 我们需要联邦的全程指导和监督 谢谢了 看着一脸真诚的阿呆 李维宇彻底搞不懂了 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毕竟手上拿着这么多小型炸药包 我也不太放心 万一闯入希望阵的过程中 遇到丧尸群的攻击 那可就麻烦了 感情阿呆 是把他们联邦的精英团队 当作鼓励 一时间 李维宇颇有些无语 总之能达到监视的目的就好 多派点人过去 也能更好地掌控这个游戏公司团队 免得发生超出掌控的意外 毕竟在这么多的玩家工会和游戏公司中 也只有黄明游戏公司 敢于接受任务 并且还愿意在任务失败之后 给出陪附金 那好 联邦第十七精英小队 会全程陪同你们完成这次任务 记得 关键时刻我们有全力终止任务 李维宇说着 被站在不远处的一名年轻人招了招手 只属联邦精英成员 第十七队小队队长陈玉向你报道 阿呆先生 我们会全程配合你们完成这次任务 搞定 忽悠到手 有了联邦的工具人帮忙 成功率又大大提升了一件 合作愉快 他们要做什么 这副装扮炸开上去 有点像电影里抢银行的劫匪 来来来 一人一份 见面俩 我该说谢谢吗 陈玉拿着到手的诗巾 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这玩意能有什么用 嗨 不算什么 不客气 准备好了吗 要开始了 陈玉带领的这支精英小队能力技能极强 武器是清一色的铁制长刀 甚至每个人都配备了手枪 一行人快速闯入希望队 一路屠杀 向前行进片刻 陈玉发现了带头的阿呆 偏离了预先位置 我们要去哪里 Alex并不在那个方向 当然不在 Alex周围都是丧尸 我们要换个地方提前安放炸弹 陈玉文言心中再次叹息了一声 搞半天他还是想要用炸药炸死 Alex这么做没用的 昨晚联邦内部已经获取了有关Alex的部分资料 除非是直接将炸药包安装在Alex身体内部从内部引爆 否则爆炸产生的冲击伤害最多就是让Alex受点伤罢了 一行人快速清理掉沿途的丧尸 来到计划预定地点 空旷的十字路口 地面上已经提前被画出好几个黑色的十字星标记 阿呆对着浩州点点头 浩州立即前往布置小型炸药包 到工具人出场的时候了 兄弟帮个忙 一起帮忙保护一下 陈玉无奈 他是一团队提起铁制长刀 一起帮着昆卡等人保护安装炸药包的浩州 浩州是装炸药的老手 短短五分钟就将炸药包全部安置完毕 完成了 好 走 阿呆一挥手 众人扭头再次转头奔向Alex所在的方位 不多时 众人来到被丧尸群包围的小镇中心位置 躲在远处 阿呆可以看到Alex仍处于昏迷状态 昆巴昆塔两兄弟都有些紧张 这是任务中最关键的一步 也是最危险的一步 陈玉 你的枪法怎么样 你是想要将他们引入炸药区吗 哎 这家伙不听劝 你猜对了 能做到吗 可以 好枪法 好 Alex继续向前追击 直至被引入阿呆预先设计的中央十字路口 来了 不好 快跑 再不跑就来步 说话间 陈玉看清楚了烟尘内的模模糊糊的景象 后半句话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Alex呢 他人呢 陈玉 快 带着你的人跟我过来 去哪里 什么情况 陈玉跟着快步往前走了两步 不由于正 是坑洞 原本十字路口中央的地面上 竟然被炸药包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Alex正是因为地面的爆炸塌陷而落入深坑下方 下面漆黑的一片 看不清楚有什么 快 别愣着 一起过来 卧槽 没错了 坑洞是他们的设计 爆炸的本身不是为了炸死Alex 而是为了制造出地面塌陷 可是接下去呢 然后又怎么办 队长 怎么办 快 一起进下水道 眼看着周围丧尸即将聚集过来 他指挥小队成员快速跟上 躲入下水道 刚刚爬下梯子落在地上 一股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恶臭扑边来 陈玉看到阿呆几人脸上戴着的黑色面巾 原来面巾是这个时候用的 Alex呢 那是什么 另一个坑洞 为什么下水道的地上还会有这么大一个坑洞